土豆 Potato 雁鼠的土豆 从前有一只小雁鼠 它没有家 每天就在地底下流浪 它的生活就是不断地挖掘着道路来前进 不过它心里有一个心爱的姑娘 但是因为小雁鼠什么都没有 所以它不敢去追求那个姑娘 一天 小雁鼠正用铲子 啪哒啪哒地击碎着泥土和石块 它突然猛地停下来 就在它的眼前 有一颗小小的土豆 黄绿色的 拳头大小 小雁鼠把它握在手里 突然有了一种奇妙的想法 也许 我该结束流浪的生活 做个农夫 拥有自己的土豆 那我就不再一无所有了 于是 小雁鼠从此真的在土豆旁的地下住了下来 每天都用水浇好几遍 细心地为它松土 它总是自豪地对自己说 哈哈 这可是我自己的土豆啊 我的事业 小雁鼠还常常幻想着自己和心爱的姑娘一起分享土豆似的快乐景象 小雁鼠每天都在盼望土豆可以快点成长 可是美好的事也会有意外 一天 小雁鼠正在帮土豆擦身子 突然 听到一阵轰隆隆的脚步声 它抬头一看 啊 这是一大堆假科虫冲了过来 假科虫可是非常可怕的东西 它们是能在片刻之间啃光一根老树根 而且它们见什么就吃什么 小雁鼠朝着假科虫大叫起来 走开 这是我的土豆 假科虫们根本不理它 还是一根劲地冲过来 于是小雁鼠拿起铁铲战斗 像个保护自己田地的农夫一样勇敢 当当当 小雁鼠拼命地打假科虫的头 一场恶斗之后 假科虫们终于放弃了 灰溜溜地逃跑了 可是 小雁鼠还是不放心 于是 它造了一个大围墙 这下 小土豆可安全了 小雁鼠高兴极了 它大声说 现在 我请我心爱的姑娘来看看我的土豆了 小雁鼠来到雁鼠姑娘家外 告诉它 它要送给它一个礼物 雁鼠姑娘高兴地猜着 是什么礼物 钻石 珍贵的文物 金币 小雁鼠一直摇着头 到底是什么呢 小雁鼠终于开口说了 我要送你的礼物 是有生命的 它是一颗土豆 雁鼠姑娘一听是土豆 什么也没说 转身回了家 砰的一声 关上了门 小雁鼠 小雁鼠失望极了 它又回到了土豆身边 可是 现在的土豆 再也不能让它感到喜悦 它倒在土豆旁的床上 慢慢地沉睡了 土豆可不管人希望还是失望 它只是生长 不停地生长 它越长越大 一点一点推动着小雁鼠的床 把床一点一点逼到墙边 终于 哗啦 床经受不了土豆的挤压 一下子散架了 小雁鼠被摔到了地上 当它昏昏沉沉爬起来时 看到土豆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硕大无比 高过自己两个头那么多 小雁鼠一下子惊呆了 它站起来 平静地为土豆擦取泥土 继续浇水 它心里暗暗地想 不管在别人眼里怎样 这还是我的事业 土豆在小雁鼠的精心护理下 越来越大 它就像小雁鼠的希望 也越来越坚强 一天 小雁鼠正在为土豆浇水 突然 土豆摇晃起来 一下子离开了地里 小雁鼠忙跳上去拉住根须 它也被一起带出了地面 原来是一个农夫在拔土豆呢 小雁鼠大声叫道 放开 这是我的土豆 农夫指着脚边放的大筐 不懈地说道 不 这是我种的 你瞧 这片田地里的全是 真的 大筐里面全是一模一样的土豆 现在只剩下小雁鼠 乌铃铃的一个 和地上一个空空的坑 现在它什么都没有了 不是 等一下 ź merits owe 视频 讨厌